大家好,我是JDG的上单Zoom 然后进一小组第二进到八强的感想 就不是小组第一出现的话还是有点遗憾的吧 因为输给PSG确实是我们自己打得太不好的 就挺遗憾的 就是你们拿上单天使那场比赛 你是提前准备好这个英雄的吗 凯尔这个英雄是我们平时训练就会经常作为康德奥恩的选择吧 其实还是挺熟练的 就是如果PSG那场比赛你们要是赢下来的话 会是以哪种方式赢下来的呢 就是同样的阵容吗 就我们那个阵容的话就属于上路是 就发育起来就特别好打嘛 然后下路在对线方面也很有优势 然后中路就可以随时支援嘛 然后我们这个阵容就持续兑现 到达十四五分钟 其实都已经到了我们的强势期 就比较好打 就是DWG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输过比赛了 但是你们今天击败了他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DWG也是比较强的一支队吧 然后击败他们的话就是可以 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自信吧 然后也能证明我们确实还是有实力的队伍 就是红米教练在比赛之前跟你们说了哪些话呢 DWG吗 嗯 因为我们在抽签出就小组分组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研究DWG了嘛 所以说班匹克其实我们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就是你跟Nuguri也是对了两次局了嘛 现在感觉怎么样 就陆瑞也是一支我比较喜欢的选手吧 然后就对线也非常稳健 其实我们想针对他也不会给太多机会 就总体来说就是打的比较好 就是虽然今天比赛当中你的发挥也很好 但是绿毛选手的巴德确实也是发挥的不错的 你对他的巴德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巴德选手也很多次吧 所以说这些表现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感觉一般来说都女儿巴德还是玩的挺好的 就是因为你之前是被评价为LPL最强上单嘛 但是最近像369和阿斌这样的年轻选手 就他们也经常就是表现的很好嘛 就所以你现在觉得你现在在LPL的上单里面大概排名是怎样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上单排名还是得看上队伍的成绩吧 就谁队伍的成绩好 谁就在上单的位置排的比较靠前吧 因为八强你们有可能会遇到LPL的那个队伍嘛 所以你最想避开的队伍是哪一支 其实都不太想打LPL队伍吧 也因为在八强也不想这么早遇到LPL队伍 就是你觉得Kanavi跟Lokan选手是一位怎样的选手 因为两位韩国选手中文都学的特别好嘛 然后平时生活里面也比较大约合得来 然后就游戏方面的话其实都是挺谦虚 挺容易去挺挺愿意去学习的吧 最后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就我们输给PSG感觉特别对不起各位粉丝们吧 然后就我们之后会用最好的表现来回报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